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周末又来到 加倍的快乐就在此时此刻 欢迎锁定AM1450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节目开始咯 欢迎各位来到每天下午4点 就在AM1450美国中文电台播出的娱乐秀节目 我是主持人萧芳 以下半小时时光我们轻松度过 首先关注演员金城工作室 发了他的一组写真照 身穿身离的吊带亮片长裙 然后湿发造型一缕一缕的 显得非常的精致 然后漫步在塞纳河畔 大秀曼妙的曲线 以及超绝的时尚感 我个人感觉金城是长得挺漂亮的 身材也好 但是他演戏的时候 总给人一种暮暮的感觉 像是这样拍时尚的照片 是挺扬言的 继续来关注七威工作室 也晒出他的写真照 身穿一条纯白色的长裙 头发长长的直到腰部 眼神充满了淡淡的忧郁 淡妆小白花的风格 非常的温婉气质 让人梦回早年的白月光 在21号的凌晨时分 54岁的天后王妃被看到戴着口罩 现身在机场准备启程前往巴黎 好像是去看秀 然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身 休闲装黑色的短袖上衣 然后一条蓝色的长裤 还是那种边上有 竖条条的像校服一样的那种运动裤 不过依然飞味十足 虽然只露出了眼睛 但是气场还挺足 而有意思的是 就快到安检处的时候 王妃突然回头去问 来送行的一些粉丝说 王一博这么晚还不到啊 而稍晚时候 王一博果然戴着咖啡色的渔夫帽 现身了 据了解此次 王一博也是去巴黎参加时装周 这两人是不是说好了呢 而在美国的洛杉矶 小丑华金菲尼克斯的未婚妻 就是39岁的卢尼玛拉 抱着二胎新生儿 前去拜访家人 而从路透照来看 卢尼玛拉的身材 还在恢复当中 应该也是产后没多久 卢尼呢 陪着一个大大的母婴包 而且当天烈日奄奄 为了防止对孩子的伤害 全程用手护着孩子的脸 好小一个 2020年的9月 卢尼玛拉和华金菲尼克斯的 第一个孩子出生 如今大儿子即将满四岁的时候 两人又迎来了这第二个孩子 一切都是刚刚好 而这边谢娜分享了一张 热泪盈眶的自拍 但并非是受到了什么委屈 而是感慨她的双胞胎女儿 从幼儿园毕业了 现场谢娜是参加了幼儿园的毕业典礼 听他们唱毕业歌 然后被老师真诚地讲话 感动得一塌糊涂流了眼泪 而这次谢娜参加毕业典礼 打扮得很精致 泡泡秀的上衣 特别地化了一个妆 秀发柔顺 耳朵和脖子上都带了一些珠宝首饰 然后来点缀 之前谢娜就发文感慨过 说自己非常珍惜 每一次去接孩子放学的时间 而最近看到的一段话 也让她觉得很扎心 说一到六岁家是全部 七到十三岁家是晚上 十四到十六岁家是周末 十七到二十一岁家是寒暑假 二十一岁以后家是过年 意思就是孩子成长的阶段 家所承载的意义 有时候就越来越远了 离家 而这边好莱坞的影星 汤姆克鲁斯年满十八岁的女儿 苏瑞克鲁斯 日前是迎来了高中毕业 6月19号 苏瑞身穿一席印花连衣裙 参加了纽约市 拉瓜迪亚高中的毕业舞会 而他的舞伴也是他的男友 托比科恩 相伴在旁 而且这个男友非常的贴心 不时的为苏瑞和他的好姐妹拍照 两人三人自拍 两人手上佩戴的情侣戒指 也相当的强烟 据说苏瑞的这位男友 托比科恩 长相帅气 而且还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青年 将来未来有可能是一名年轻的音乐家 因为他已经被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取 是一名歌手 词曲作者 钢琴家和吉他手 还经常在社群媒体上 分享自己的音乐作品 孩子大了 翅膀硬了 是时候让他展翅高飞了 也是时候可以让他自己做决定了 这边 记忆大女儿西洛朱莉·匹特 表示要把自己的父性去掉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如今 布拉德·匹特和安吉拉娜·朱莉的 亲生次女 就是老二 维维安 也提出 要在他参演的白老会音乐剧的剧照上面 去掉父性 匹特 而上周末的父亲节 据说匹特也是独自一人度过的 为什么跟孩子的关系闹得这么僵 而此前有一位曾经为安吉丽拉·朱莉工作了 二十多年的保镖 对外曾经透露说 朱莉一直在挑拨孩子和父亲的关系 比如他说他告诫孩子在监护权探视期间 不要和布拉德说话 然后呢 朱莉还曾经企图利用保密协议来威胁保镖 必须保持沉默 如果他们出面作证将面临提告 但是即便如此 也有一些前保镖表示 只要被传唤 他们会在法庭上说出看到的真相 有时候真的是难以想象表面光鲜亮丽的人 但时代人处事有可能并不怎么样 娱乐继续秀 前不久在美国纽约 安妮海瑟威现身街头 她身穿黑色的西装马甲 搭配黑色的丝绸半身裙 搭配同色系的遮阳帽 脚踩时下流行的鱼网芭蕾舞鞋 整套造型优雅又时尚 另外作为安妮海瑟威的代表作之一 穿普拉德的女王 是否会拍摄续集这件事情 一直备受关注 反正每次看她穿得漂漂亮亮的就觉得 啊 这部剧还可以有故事可以发生啊 尤其在今年美国演员工会的颁奖礼上 三位主创 梅里尔斯特里普 安妮海瑟威 还有艾米丽布朗特 时隔18年又再次重剧 也是让影迷对过去的那个电影和续集的期待之拉满 但是安妮海瑟威谈及此事却表示 可能不会哦 我们都彼此相爱 但如果有人能想到办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都会疯掉的 现在世界有巨大的技术差异 而这个故事的重点之一就是生产食物 而现在有那么多东西都是数字化的了 所以情况会大不相同 而也许我斯坦利 艾米丽或者梅里尔等等 我们一起做一点别的事情 那应该会很有趣 是啊 过去的辉煌 以及经典的形象就留在人们的心中吧 我们的眼光还是要往前看哦 但是有些英宗节目不时的炒冷饭 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新一期的歌手 2024第七期的竞演已经结束了 结果是纳音垫底 但是没有被淘汰 孙楠跌到了第四 湘提莫夺得了这次期的周冠军 而张远和黄霄云两位歌手冲绑失败 而同时网上对于节目回锅肉现象的质疑和不满之声 如潮水般涌来 其实意思就是指多次参加该节目 或者是参加同类型节目的歌手 像孙楠 袁雅维 尚文杰 黄霄云 这些歌手都曾经在这档节目中留下过身影 其中不乏多次参赛的老面孔 所以网友们就认为 节目组过于依赖回锅肉来撑场子 缺乏对新人的挖掘和培养 而且这次前来冲绑的歌手黄霄云 挑战凡西亚 她演唱的她的代表作《星辰大海》 但是被网友评价太过炫技 而且没有感情 最后充榜失败 Music Show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吧 来自黄霄云所带来的《星辰大海》 我愿变成一颗狠心 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y dream It's magic 将为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门的距离 穿过人海 月底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Woo 扬扬回光 与我同行 盛开在黎明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被点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刚度星辰大海 就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不再回来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会不会我们的爱 像星辰守护大海 不曾离开 我向你奔赴而来 你就是星辰大海 我眼中是柔的狠心 长连离着我前行 欢迎回来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某种语境和情境之下 或者听的人的 此时此刻处于的心境状态不同 听上去的感觉也会是不太一样的 继续回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 这边非常遗憾的是 加拿大的一位著名演员 制片人唐纳德·萨瑟兰 当地时间6月20号 在美国迈阿密 并逝享年88岁 唐纳德·萨瑟兰一生参演过200多部影视作品 出演过饥饿游戏里的斯诺总统 还有电影傲慢与偏见里的班内特先生 多个经典角色 他也在冯小刚所指导的电影《大腕》当中 饰演泰勒这个角色 而被中国观众所熟悉 唐纳德·萨瑟兰凭借《公民X》 《战争之路》两次获得金球奖 电视类最佳男配角 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时 获得终身成就奖 他的儿子基辅萨瑟兰 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 他说 我个人认为 他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演员之一 他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在20号的纽约 电影《善良的种类》 举行了首映式 影片的主创 石头姐爱马斯通 马格丽特库里 威廉达福 杰西普莱蒙 都出席了活动 这部影片是由 三连式的预言故事所组成 每个演员在每个故事当中 又扮演不同的角色 一个是走投无路的男人 试图控制自己的生活 然后一个警察 惊恐地发现 海上失踪的妻子回来了 但看上去像变了一个人 另外一个故事是 一个女人决意找到一个有特殊能力的人 而这个人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精神领袖 影片有点灰色哦 电影善良的种类是由可怜的东西的导演 欧格斯·兰斯莫斯来指导 6月21号 北美的部分影院上映 28号全面上映 而由格里格·伯兰蒂指导 寡姐·斯加利·约翰逊 还有前老板查宁塔·图姆 所主演的登月大计划 最近发布了北美的预告 影片是以幽默风趣的方式来还原 阿波罗登月计划期间的营销风波和隐秘的内幕 片中寡姐和前老板是60年代那种美式的复古造型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寡姐饰演的是果敢的广告狂人凯利 和前老板饰演的火箭专家科尔相遇 而此时举世瞩目的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 陷入水深火热的舆论危机 这对火花四剑的搭档能否力挽狂澜 拯救这场登月大计划呢 电影是由索尼负责院线的发行 7月12号将会在美国上映 后续将在Apple TV家上线 各位还记得2022年的那部热门的惊悚片梅根吗 当时以1.8亿美元票房大获成功 而成本是挺小的 而日前好莱坞的这两大恐怖片的推手 杰森布鲁姆和温子仁宣布要联合推出梅根的衍生片 一部讲述男子和AI女友之间的情色惊悚片 名字就叫Soulmate 灵魂伴侣 定档是2026年的1月2号 Soulmate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 带有现代科技元素 讲述一名男子的妻子去世了 然后他买了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 志在打造一个有真正意识的伴侣 但是无意当中却将一个无害的陪伴型机器人 变成了一个致命的灵魂伴侣 温子仁杰森布鲁姆将担任制片人 曾经指导惊悚片《你不是我妈妈》的凯特多兰担任导演 温子仁说Soulmate和梅根是宇宙当中一部令人激动和诱人的新作品 很高兴和凯特合作 用他独特的电影视野和观点将这个故事带入生活 而同时梅根2.0就是续集应该也在推进当中 影片当中的爱丽森威廉姆斯和维奥莱特麦格劳都将回归主演 影片将会先于这一部衍生片上映 就是明年的6月27号 想必未来应该会有更多关于AI主题的电影吧 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呢 接受它 呈现它 还是利用它 躲避它 说实话 我身在其中 我无法预测 我暂时想做个旁观者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 你们呢 娱乐秀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是小芳 下周再会 每个星上某一个地方 总有个记忆会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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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化 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化 爱把友情的人分了断 也认为你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全力的月光 全力的月光 把望照亮 心温暖它心房 看到了人间沮丧 能不能多顶快乐片段 全力的月光 把梦照亮 轻小的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散满整个夜晚 寻着轻轻的晚风 像年夜飘浮在半空 眼眸里藏不住煽动 这渴望不可及的后来 停留在某个站台 停留在陌生的城市里 开始适应 却又发现我们只是经过 这个世界万千的变化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断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朝复 哪怕不能够朝夕想吧 这温暖的月光 把梦照亮 把梦照亮 庆祝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灑满整个夜晚 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 把梦照亮 请问男的心房 看透了人间沮丧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这里的月光 把梦照亮 亲手在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